我叫五毒 我叫三毒 贪嗔痴 我加两个贪嗔痴慢疑 五毒 你有这个五毒啊 外头有什么 这个这个细菌感染 你就很容易就得病 如果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疑 外面病毒再严重感染不了你 你不会感染 所以叫免疫力 你不会 不会有啊 严重的瘟疫灾区 你进去的时候没事 那道理就在此地 佛说 一切乏从心相生 整个宇宙的变化 与我们的心相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 我们一个人 如果思想纯真 心态良好 你就会健康长寿 你什么病都不会生 那疾病从哪里来的了 佛所讲的跟中医讲的是一样的 一个道理 是你的心态出生问题了 佛法里面讲 三毒 贪嗔痴 这是 所有一些疾病的根源 你心里都有这三样东西 你本身就有这个病的因 那我常常讲的 加两个 傲慢 怀疑 对于 圣贤的怀疑 对于自己的怀疑 我叫五毒 我叫三毒 贪嗔痴 我加两个 贪嗔痴 蔓液 五毒 你有这个五毒啊 外头有什么 这个 这个细菌感染 你就很容易 就得病 如果里面没有贪嗔痴 蔓液 外面病毒再严重 感染不了你 你不会感染 所以叫免疫力 你不会 不会 严重的瘟疫灾区 你进去的时候没事 那道理就在此地 有这个五毒 如果你还要有五种云 那你这个 你这个感染呢 就非常容易 这五种病原是什么呢 是 怨恨 你有怨气 你有恨 你有烦恼 怨恨 恼怒烦 这是怨 你得病的怨 有阴 有缘 你怎么会不长病吗 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 我把五毒放下 我把这五种 不良的心态也放下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 我没有怨 也没有恨 瞬间 不齐 贪念 逆境 没有怨恨 永远保持自己的 亲近平等 你就不病不生了 纵然有了病了 不需要治疗 自己会好 为什么 我们想得我们全身每一个细胞 细胞在分析都是原子粒子 这些原子粒子带了病 那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五毒 你才感染的 把这细胞变成病毒的细胞 如果你觉悟了 明白了 你把这些烦恼吸气放下 那个带病的细胞 立刻它就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 不就是健康了吗 中国中医治病啊 那个理论是很高深的 外国人不知道啊 这个病能够治好的时候 七分 靠心态 医药只能用三分 心态好的时候 这三分药都不需要用 如果你的心态不好 你常常有忧虑 常常有烦恼 常常有贪嗔痴吗 那这个病就很难治好 再好的一生 对你所说无词 懂得这些道理 养生之道啊 自己可以不病啊 自己可以 虽然年岁一天 年年增长啊 与健康一点损害没有啊 也不容易老化了 那只算心态好 这是佛法带给我们 现前的真实理 中年以上的人 大家都着重在健康了 健康靠什么保健品 那是假的 那些东西都很可怕 他有负责用在里头 那不是好东西 好东西是你的心态 调整心态 断卧修善 所以素食是最好的 养生之道啊 我学佛 不到半年 我就采取素食 我这不是迷信 因为在没有学佛之前 我在学校读书 中学读书的时候 在南京 我的家乡是安徽 我一个人在南京 住在同学家里 信承 耳动承 承治 以后他学医 我住在他家里面 好像住了两个学期 一年 他们的家庭 是多元化 他的祖母 是念佛的 家里有个小佛堂 念佛 烧香的 他的妈妈是基督教徒 爸爸是回教徒 所以我 我在这里住了一年的时候 对于基督教 跟这个伊斯兰教 懂得了一些 常常听他们老人来讲 而且我很喜欢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时候 讲武功 武典 武典就是 儒家的武伦 所以中国的伊斯兰 跟中国传统文化 已经融合成一片了 非常温和 以后我在国外 印尼 爪哇 那一派的伊斯兰教 是郑和传过去的 所以他带着有 中国文化的底蕴在里头 非常温和 郑和是佛教徒 他的老板 永乐皇帝 那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所以他要皈依佛教 所以他也传伊斯兰教 那么在印尼 苏文达那 那一支 那是从中东传过来的 就比较强悍 跟爪哇不一样 所以这个南洋 这些代受郑和的影响很大 这是我们一直到现在 六百年了都能看到这些效果 我那个时候就懂得 伊斯兰教的饮食 它比一般要讲究多了 我们一般人只懂得卫生 生是身体 饮食 保卫自己的身体 的卫生 伊斯兰教不但懂得卫生 他懂得卫性 性情 我们的性情温柔 与饮食有关系 所以凡是性情不好的 动之物 他们都不吃 我那一年的时候 懂得这么一个道理 以后一接触佛法 佛法才速食 他讲三个 他不但懂得卫性 还懂得卫心 甚至慈悲心 所以他佛家的饮食 他卫生 卫生 卫心 这是个很圆满的养生之道 我一接触 我就接受了 我素食到今年59年了 明年就一家死了 健康啊 一生不生病啊 我参加许多次顾忌会议 参加会议 是人家问我最多的 就是问我发誓 你用什么方法养生 我告诉他 素食 清静心 我没有别的养生之道 只是素食 清静心 尽量回避 外面的染物 物质的染物 精神的染物 尽量回避 天天清静 古神 也许 这个就是 我天天生活的状况 那么他看 他们大家看到我身体好 都很羡慕 这个就是 这就是为人 说法嘛 他虽然不懂佛教 也不想学 学佛 看到我身体好 希望跟我学习 我就教他这一招 非常有效 那么最大的呢 这是阿弥陀佛 给我们建立一个 修行的道场 极乐世界 这个世界 非常的圆满 这部经里面 就是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 介绍他的历史 介绍他的状况 生活状况 介绍那边的教学 成功 那当然是 最好的方法 是移民到 西方极乐世界去 亲近阿弥陀佛 在那个地方 得到 鼻尽常乐处 菩提是鼻尽常乐处 注意要记住 菩提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意思 就是觉悟 真正的觉悟 真正的觉悟 是鼻尽常乐处 那么翻过来 迷而不觉 那是真正的 常苦啊 这六道轮回 就是迷惑颠倒 造成的 是一场悟梦啊 觉悟了 你就醒过来了 若不令 一切众生 得鼻尽常乐者 则唯一菩提门 这句话说得好 我们对一切众生 自己得到了 不帮助别人得到 这个是跟菩提相违背了 我们自己得到了 我们自己得到了 那就有义务 帮助一切众生都得到 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向往极乐世界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得帮助一切众生 通通到极乐世界去 啊 在那个地方 跟着你的环境不一样了 那个地方的人 化身 不是胎身 所以 没有生苦 啊 那个地方的人 无量手 啊 这个无量手 我们今天懂得 你的心态 保持在一定的正常 身体不会起变化 啊 那就叫 金刚不坏身 啊 金刚不坏身 一点都不稀奇啊 啊 你明白这个道理 有理论的一句 啊 只要你能够做到 不起先不动力 不分别不执着 你这个身体里面的细胞 它就不会改变 永远保持着正常 啊 如果你也有烦恼 那就不行了 那它就起变化了 啊 其他人有贪身吃 那变化就太大了 啊 所以不起先不动力 永远保持正常 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地方 啊 阿弥陀佛加持你 天天在那里指导 教导你 啊 你不会起先动力 啊 把这个宇宙 形形色色 啊 形象离似因果 都给你讲透了 你都明白了 啊 你再不会起先动力了 极乐世界是这么来的啊 啊 那是一个好的 教师 啊 啊 你 佛 佛 啊 你 佛 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